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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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本宫这么说你的 连大王也经常叫你丑妇了 我不要啊 大王 你赶快帮臣妾把肉绳换回来 美人呢 你不要在寡人的耳边不停地叫啊 现在说的是一个魂魄 不是一件衣服 不是说你想换马上就能换的吗 隐春 你冷静一点 我相信师父一定有办法帮我们交换魂魄的 但是现在已经这么丑了怎么办呢 依寡人的看法 美人 你先去东宫住着 先坐着东宫娘娘 难道美人你想所有人都知道 美人你跟乌燕调换了魂魄了 当美人你是怪物这么看吗 你呀 赶快去找你的师父 我比你还要着急呀 你以为我不想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果然是你从中作梗 令吴燕跟夏宇春的魂魄调换了 是我又怎么样 谁让你骗我 让我以为自己吃了化工散 须精逆常 我现在只是以牙还牙而已 这又何苦呢 现在弄得大家元气大伤 连白头发都出来了 白头发嘛 我闭关练锦天弓 自然就变回黑头发了 你做这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又何苦呢 为了证明我本领比你高 不然我们别斗了 我当你赢了 我们一起合力施法 把吴燕和夏宇春的魂魄换回来好不好 我才不会这么傻 这么伤远气的事 我做一次就够了 我站在旁边看好戏不更好 师妹 师妹 你真是大师姐 怎么看你也是一副奸相啊 人家不知道多烦啊 你居然还开玩笑 我哪有开玩笑 只不过是不习惯大师姐你变成夏宇春的样子 我更不习惯 现在啊就只有等师父运完工 恢复了元气 尽快帮我们把魂魄换回来 恐怕为师这次也很难帮你了 师父 师父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为师在短时间之内一连失了两次大把 需好了不少真气 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复原了 那就糟了 大师姐她还指望你帮她呢 我更惨 我答应了迎春要尽快跟她交换魂魄 现在怎么办呢 以为师目前的情况办法只有两个 要不你就去求你师叔再次跟我合力施法 这次大师姐和夏迎春变成这样 就是师叔造成的 她怎么会帮你啊 那第二个方法呢 为师算过 要不就等下一次的天狗时日 配合雷电的力量 可能会把你们两个的魂魄换回来 那下次天狗时日是什么时候 恐怕也是在十年之后 十年这么久 大师姐能等 夏迎春也等不了了 我会说得对 如果让迎春知道了 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们也不用这么沮丧 你给为师一点时间 为师可能会想到第三个办法 只不过 只不过不知道要等多久是吧 什么 十年 师父说会尽快想办法 帮我们把魂魄换回来 既然你师父这么说了 那就只好耐心地等等了 但是子彤啊 你记不记得寡人跟你有个初一之约啊 如今变成这样 大王你还有心情说这种事情 什么不说啊 若是你这辈子都变不回子彤 难道我们的初一之约一直要拖下去吗 其实只要寡人知道你里面是子彤就行了 来吧 子彤 大王不要这样 让迎春看见的话 他又会再受刺激了 你现在只顾着美人的感受 不管寡人的感受了吗 大王不舍得的 究竟是臣妾还是迎春的肉身啊 当然是子彤你啊 不过子彤你魂魄寂居在美人的身上 恐怕寡人要跟子彤你聊心事 也要对着美人的肉身了 其实寡人也很无奈的嘛 其实大王现在在想什么 我最清楚了 迎春现在寄居在臣妾的肉身 已经很痛苦了 在这个时候 大王应该多去安慰他才是 什么 你要寡人去找迎春 除非大王想告诉臣妾 大王其实是个寡情博弈 贪图美色之人 既然子彤你也这么说了 寡人只好去找 去东宫找美人了 大王 千万不要让迎春知道 要等十年之后才有天狗十日啊 免得迎春再受刺激了 不过你要记住初一之约啊 迎春到底做错了什么 老天爷要这么做动迎春 本宫身为东宫娘娘 竟然这么少胭脂水粉 想找来遮盖胎质也不行 娘娘一向都不是烟粉 若是娘娘想要多些胭脂水粉 奴婢大可替娘娘去张罗 天生这么难看 怎么涂脂抹粉也是无补于世了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丫鬟说话 快出去 奴婢知罪请娘娘恕罪 你还站在这儿 出去啊 是 奴婢告退 奴婢参见大王 臣妾参见大王 美人 你怎么又发脾气啊 臣妾变成这样 大王还是不要叫臣妾美人了 寡人明白你的心情 忍耐一下 吴燕的师父已经在想办法 会尽快把你们的魂魄换回来的 尽快 那要多久啊 大王啊 臣妾一个时辰也不想再等了 有些事是急不来的 那 向好的方面想想 美人你老说想做东宫娘娘 如今总算得偿所愿了 臣妾的确是想做东宫娘娘 不过臣妾从来没有想过会变成 现在这么丑 也不是啊 其实寡人已经习惯了吴燕的外表 真的一点也不介意的 吴燕其实也有很多优点 比如说她机智过人 重情重义啊 还有就是忧国忧民 不骄傲 不争宠 她有这么多的美德 试问寡人又怎么会介意她的外貌呢 原来在大王心中 钟吴燕是这么贤良淑德 胜得大王欢心 既然这样 大王干嘛还要来这里找臣妾呢 是吴燕叫寡人来的 大王这么听钟吴燕的话 那大王回去细宫啊 不用来这里陪臣妾了 大王不要管臣妾这个丑妇了 美人哪 大王的美人在细宫 大王你走吧 臣妾不要看见大王了 你又发脾气了 你真的要向吴燕好好学一学 收敛一下脾气 是啊 臣妾是丑脾气 倘若大王不向臣妾施宠生娇的话 以后都不要重新臣妾了 大王去找你个世界师妹的钟吴燕吧 你还想哭多久啊 在我命前哭也没用啊 之前是高人 你跟本宫说 只要买了那个青月圣 大王跟钟吴燕的魂魄换回来 就可以讨大王欢亲 谁知道现在弄成这样 高人求求你 想想办法把本宫跟钟吴燕 把魂魄换回来 本宫实在忍受不了 现在这个样子啊 你之所以变成这样 完全是因为钟吴燕 跟她师父在那里搞鬼 其实钟吴燕是存心霸占你的肉体 再把你的大王抢走 那钟吴燕就不会把肉体还给本宫了 忘了是你 你也不肯了 难得变成美女啊 怎么会想做丑妇呢 怎么办呢 高人我不管 你要帮我跟钟吴燕把魂魄换回来 我不要一辈子都做丑妇啊 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哪 就算我真的可以发功 最快也要等到下次天狗时日 下次天狗时日是什么时候 最快也要十年之后 什么 十年 当时我本宫已经连老猪祸 把肉身药毁了也没用了 这倒是啊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啊 尤其是女人 过一年就老一年 你以为个个都像我这样 可以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吗 你呀 不如学学钟吴燕 竟然她也能打动大王 以你这么聪明 不可能做不到的 你要我一辈子做仇夫 我不如死了算了 若是你真的要死的话 我也不会阻拦 你好自为之吧 高人 小六 大王呢 大王叔有要事去办 所以叫燕大人来帮忙批阅奏章啊 燕大人你没事吧 不知道是不是吃错东西 这两天一直被突破 不过应该没什么事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燕大人你心宽体盘 就当是轻轻肠胃 燕大人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小六先行告退 没句好话 子彭让寡人多陪你一天 明日寡人一定会亲自拼约奏章啊 不惜 陈俊之前这么辛苦 才替大王洗脱昏军这个污名 那大王刚一变回自己 就马上偷懒了 这怎么行呢 还有啊 大王怎么能叫燕英代替奏章呢 大王从今以后 要说得出 做得到才是 燕英 快一点 过去坐下 把奏章都看完 你这个燕英居然偷懒不来是吧 批乐奏章 本来就是大王的职责 大王怎么能经常找借口偷懒呢 寡人想见子彤 想你多陪我一会儿吗 大王不要这样 是不是想让人知道臣妾的身份呢 大王千万不要在其他人面前 露出马脚 不要让别人知道 臣妾跟迎春交换了魂魄的事 不然的话就有得烦了 知道了 知道了 歪了 大王 你在这里批乐奏章 臣妾去命人准备糕点 寡人明明吩咐小六子 命燕英来帮寡人批乐奏章 他竟然偷懒不在这儿了 一定是想让寡人重重打你五十大板 谁啊 谁啊 是谁躲在屏幕后面 是微醇异英的大王 你 你什么时候在屏幕后面 刚才寡人跟子彤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还是没听见 这 这 这听见了大王 寡人警告你 刚才寡人跟子彤说的话 一句都不能传出去 否则祝你九族 燕英她没什么事吧 我听说她病了 这两天都没有上朝 她怎么样 自从天狗十日之后 燕英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一直上吐下泄 还有啊 这两天 大哥不知道是不是 病得晕晕乎乎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拿块布堵着嘴巴 怕说梦话 说错话 会珠脸九族 这么奇怪 干什么 要说我坏话 要是你这吴慧姑娘 燕英 我炖了汤来给你补身的 我说了多少次了 我的刑旗煞很厉害的 别再走过来 会死人的 你不用怕 你喝过我的符水 你的刑旗煞已经化解了 我什么时候喝过你的符水啊 上次天狗十日的时候 你不记得了 燕乌粥 大师姐觉得燕英 你工作这么辛苦 特意叫吴慧送完燕乌粥过来 赐给你喝的 这是东姑娘娘赐给我的 不信就算了 更好 我帮你喝来 那怎么用 既然是东姑娘娘一方好意 那就请 带燕英向娘娘说声谢谢 燕英 你现在不用再怕 那个什么刑旗煞 可以跟我 住嘴 我不会跟你开始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为什么 我已经帮你化解了刑旗煞了 为什么你还是要聚人于千里之外呢 关聚千里呀 你要多远就滚多远 害我吐了几天 不知道是不是存心害我 你呀 别再自作多情 还有 别再踏进燕家半步 滚 不会姑娘 哎呀 燕英啊 就算她是好心做坏事 你也不应该这么凶骂人家 我不这么说她 她不会死心的 还有啊 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无聊 不 忍 大王 你干嘛一直这么看着臣妾 早知道大王如此分心 臣妾就不陪伴大王了 其实寡人早就批阅完奏章 只不过想子头你多留一会儿 以为寡人相思之苦嘛 臣妾不是跟大王说过 在这段时间里 臣妾跟大王是不能这么亲近的 这么做会刺激迎春的 要不这样 今天子头你陪寡人 明日一早 寡人就去陪美人 行了吧 不过臣妾听小六子说 大王这两天存心避开迎春 没有去东宫了 子头你这么问 寡人尽管跟你说了 近日美人不知道怎么了 寡人说几句话而已 他就把东西乱扔 一会儿大吵大闹把寡人赶走 寡人真的忍无可忍 所以来找子头了 原来大王不用小六子服侍 就是想来这里陪东宫娘娘 美人 寅春 你误会了 是啊 本宫真的误会了 本宫误会东宫娘娘 真的想办法跟本宫把魂魄换回来 但原来你根本就是想霸占本宫的美女肉身 在这里亲近大王 你怎么能这么说子头呢 子头也想跟你把魂魄换回来 只不过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而已 大王别以为臣妾不知道 下一次天狗十日要十年之后啊 你啊 你开心了 这样你有十年的时间 可以霸占本宫的肉身 来取代本宫和大王的一切 嬴春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是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子头呢 大王 你根本就是偏心东宫娘娘 原来在大王的心里 早就没有了臣妾的存在 臣妾这几天这么想见大王 大王就一再推迟说没有空 原来大王 根本就是一直跟东宫娘娘在一起 寡人哪 就是想念美人女 所以才会来见子头的嘛 那 不过子头你也不要误会啊 寡人并不是贪图你的肉身 那肉身只是过眼云烟 内在才是最重要的 内在最重要吗 臣妾搞死了 又是这三部曲 发脾气扔东西走 大王 你说话总是心口雌黄的 换了世臣妾 何止扔在地上 简直想扔去大王那里了 我还回了西宫干什么呀 为什么盈春这两天不肯见我们呢 是不是你们父子俩在外面又闯了什么祸了 我们一直在跟外国特使滩建筑商议哪有时间闯祸 刚才在外面啊 一直拉着我们 又哭又叫 说她就是盈春 因为跟那个丑妇的魂魄调化了就变成这样了 那她真的疯得很厉害了 之前不是听宫女说 说她最近 神神叨叨叨奇奇怪怪 肯定是她经常想做美人想到疯了 糟了 怎么办呢 平时也这么凶了 万一疯起来啊 会杀人呢 我 爹 娘 你们在说什么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是盈春呢 是 你这也能说出来 我们当然相信你是盈春了 是啊 只不过我们不太明白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也知道 一时之间很难让人相信的 本来盈春也不打算告诉爹和娘你们的 只不过这件事憋在心里很久了 我真的很辛苦啊 我怕再这么下去 我真的会疯的 你千万不要发疯啊 我们相信你是盈春就行了 不过最惨的就是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我的魂魄 换到我美丽的身躯里 女儿 你不用担心 我们家乡有很多种古老的方法 其中一种应该可以把魂魄换回来的 真的吗 爹 真的 什么方法 爹 你又说帮女儿把魂魄换回来 为什么要绑得这么紧 放心 读法一定要这样才有效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一魂魂魂魄大法正式开始 不要啊 那盈春你的魂魄到底换回来没有啊 还有很多古老的方法可以吃的 爹 盈春现在已经没事了 你的古法很有效 魂魄已经回到我的肉身里去了 也就是说你现在不是盈春 是东宫娘娘了 是啊 哥 是啊 本宫真的已经没事了 你们还不帮本宫解开绳子 哎呀 那就好了 如果东宫娘娘啊 你下次再发生什么魂魄转移的事情 你告诉我们 我们很愿意再帮东宫娘娘你呀 不用不用 没有下次了 没有下次了 娘娘 请用茶 这么烫 你想烫死本宫啊 对不起啊娘娘 你奴婢再去抽 哎呀 算了算了 你出去吧 薛娘娘 分明就是存心跟本宫作对 哎呀 这也气死我了 什么东西啊 生生世世 是愿与吴燕为劫发夫妻 你们是劫发夫妻 那我算什么 原来在你们眼中 我竟然是一个多余的人 实在太过分了 劫发是吧 我看你们怎么做劫发夫妻 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袁老板 干杯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 请请 国账爷 国舅爷 这次能够做成这笔这么大的建筑生意 真是可喜可贺啊 哎呀 这也是托爷老板您的红福 我们才能够赚这么多 所以今天特别宴请袁老板 久违菜博 招呼不周 你不要介意啊 哎呀 两位太客气了 燕某根本什么都没做过 所有的功劳属于两位才是 哎 怎么能这么说呢 都是因为爷老板您穿针影线 才可以令这件事顺利完成 啊 对了 不是说大王当年在燕国当质子时 饱受欺凌 所以朝中有条不成文的规定 不能卖建筑到燕国去的吗 哎呀 再商言商 又生意怎么能够不做呢 哦 再说了 这次燕国开的价钱 比其他各国多很多呀 大王知道了 只会称赞两位 又生意头脑 为国库增添不少收入 又怎么会怪罪两位呀 那我就放心很多了 只要两位在契约书上盖上印章 这笔生意就大功告成了 哦 没问题 没问题 哎呀 国庄大人 你们谈生意谈到什么时候 刚才国庄大人又说 带奴家出去游湖 现在奴家已经等到闷了 哎呀 哎 现在就去 那沿了吗 那 引章在这里 老婆你把我们盖张啊 就门了啊 沒有人在这里 是 她着急呀 爹 打不急呢 我们都好了 爹 你去哪儿啊 走 走 这父子俩简直是人头猪脑 看见杰和女人 就什么都不记得 这两个印证终于落在我们手上了 可就一技行实 是 对了 大人 严某收到一个来自魏国戏舵的消息 上两次的交易 他们只收到一半的建筑 他们怀疑另一半 我们偷偷卖给了燕国 所以魏王就派特使发了密函 准备向昏君告密 这样是 倘若此事被昏君知道了 对我们来说真是大大不利 大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派人 截住这封密函 信阳君大人 接到司寇衙门的支会 日前他们在城外 发现了这具尸体 信阳君大人怀疑 江兄你认识这名死者 所以命田凯 带江兄来辨认一下 这人是怎么死的 根据死者腹部伤势来看 死者的腹部应该是受到重击 谁导致内脏破裂而死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尸体旁边 找到这个东西 若我没记错的话 这块玉佩是江兄的 江兄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我没有杀他 是 我的确见过他 也跟他是有点争执 不过我真的没有杀他 我只是警告他 叫他马上离开林子而已 不必紧张 信阳君大人 已经去司寇衙门打了个招呼 摆平这件事 卑职参见大人 卑职参见信阳君大人 要江郎中令酒后 本君这是过意不去 大人公务繁忙 卑职还要来打扰 是卑职不好意思才是 启禀大人 江郎中令是为了日前 在城外发现一具尸体一事 所以专程向大人您致谢 举手之劳 合足挂齿 来来来 坐坐坐 喝杯茶 谢谢大人 杯职有一事不明 大人明知死者跟杯职 有所关联 为何大人仍然替杯职 掩饰此事 丁凯 你先出去 是 大人 本君查过了 死者恶名昭彰 多年来无恶不作 实在死不足惜 更何况本君相信 你为人正直 肯定不是滥杀无辜之人 想必当中 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内情 西阳君大人一番好意 卑职感激不尽 不知大人有何事 需要卑职效劳的呢 快人快语 本君欣赏你 其实需要帮忙的 应该是西公娘 国当大人和国舅爷 本来是负责 向各国洽商 买卖齐国建筑之事 但是没想到二人 竟然为了谋取私利 暗中把部分 应该卖去魏国的建筑 转卖去燕国 有这样的事 魏王得知此事 当然是勃然大怒 据文已经派出特使 带同密函前来骑国 准备向大王告密 此事若是被大王得知 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本君当然不希望 国丈大人与国舅爷 惹上麻烦 本君也相信 你同样不想此事 会祸及西公娘娘 西阳君大人的意思 是想卑职 去劫住魏国特使 聪明 如果江郎中令 能够取得 魏国特使的密函 本君自然有办法 可以令国丈大人 和国舅爷置身事外 西公娘娘 当然也就 不会受到 不必要的影响 打扰娘娘 实在情非得已 只是有件重要事情 卑职非要向娘娘 禀报不可 究竟是什么重要事情呢 是之前娘娘 托卑职办的事 你是说 本宫之前 托你去办一件 重要的事情 你替本宫办的事 如今已经完结 从今以后 绝对不能再提 江郎中令 卑职实在不应 为如此小事 耽误娘娘的宝贵时间 小事 是这样 之前娘娘 托卑职去办的事 出了一点问题 可能因为这样 才会令卑职 一时紧张 所以把小事画大 其实也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 卑职 绝对可以应付得来 请娘娘放心 江郎中令 你究竟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卑职自知 跟娘娘的身份有别 实在不应该胡言乱语 也就是说 本宫之前 跟你的身份无别 卑职绝无此意 请娘娘放心 卑职之前 曾经许下承诺 永远不会改变 卑职今后 定当会保护娘娘 绝对不会让娘娘 受到任何伤害 本宫会受到什么伤害 启禀娘娘 汤根根糕点 已经准备好 可以送去太后寝宫了 既然娘娘 有要事在身 非职也不便打扰 非职先行告退 糟了 江志仁把忠无言 当成我了 不知道会不会 跟丑妇说了一些 不应该说的话呢 太后刚刚病好 红梅 你记得 要多加留意 太后的起居 尤其是一早一晚 要为太后多加衣裳 以免着凉 奴婢知道 说起来呢 全靠上次无言 陪大王前去孝子泉 取水回来给哀家服用 果然水到病处啊 臣妾为人媳妇 这也是应该的 东宫娘娘 你说是不是 五月你没事吧 五月 太后什么事 爱家问你什么事才对啊 你怎么一直神不守舍似的 不是轮到东宫娘娘 你抱恙了吧 可能是臣妾 昨晚睡得不好 谢谢太后 和长公主关心 爱家也知道 你最近世事辅助大王 非常忙碌 国家大事固然重要 不过也要小心身体才好啊 谢谢太后提点 臣妾会小心的 本宫听说 大王近日勤奋了很多 除了勤于正事之外 对东宫娘娘更是关怀备至 云儿也替东宫娘娘高兴 西姑娘娘 你知不知道东宫娘娘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我想问问 长公主最近跟端木正 发展得怎么样啊 本宫跟端木正会有什么发展啊 长公主年纪也不轻了 这些事情发展得来也差不多了 讨厌啊 连太后也取笑云儿 太后 臣妾有点不舒服 心形告退了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 保重身体要紧 以后啊 大王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吴燕你帮忙的呢 臣妾知道 臣妾失陪了 迎春 你先别走啊 迎春 你听本宫说啊 本宫不觉得有什么 我们可以跟东宫娘娘说的 嘿 刚才江植人 跟本宫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 也就是说 本宫跟江植人之间的事情 东宫娘娘全都知道了 那么东宫娘娘应该高兴才是啊 本宫终于有把柄 落在东宫娘娘手中了 明春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东宫娘娘不用在这里装模作样了 既然东宫娘娘知道了本宫的事 大可向大王告密 那么东宫娘娘就可以跟大王 作对名正言顺的结发夫妻了 明春你误会了 没错 江植人的确是跟本宫说了些很奇怪的话 但是江植人说了什么 东宫娘娘没必要跟本宫解释 本宫早就有心理准备 大不了被大王赶走 离开齐宫 明春你放心 本宫绝对不是一个喜欢说三道四的人 况且本宫明白 每个人都有不愿意提起的过去 本宫答应了 江植人跟本宫提的事情 本宫就当没有听过 从今以后只字不提 今日难得两位倾家陪寡人喝酒 我们多喝几杯不醉无归 来 快把这杯干了 不知大王因何事感到烦恼 要戒酒消愁呢 寡人能够娶得两位娘娘 一位英明神武 一位美艳动人 又何来烦恼之说 眼婴 放心吧 大王 两位娘娘都如此敬爱大王 就算眼前出现问题 早晚都会迎刃而解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真的不要以为寡人在享其人之福 其实这几晚寡人都是固枕难眠 行单影制 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孤家寡人 夫妻之间相处有所争执在所难免 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心 是啊 大王跟两位娘娘都立即风浪 即使再生之节 就当是再接受一次考验 这个道理寡人也明白 东宫娘娘一向宽宏大量 她的问题很容易处理 但是西宫娘娘如今变成这样 寡人真不知如何应对 西宫娘娘无论外表和内在 都出现了问题 确实令人头疼 还是燕英你最了解寡人 为何寡人从来不觉得 西宫娘娘有这么多缺点 不过长此下去 寡人真的怕会把西宫娘娘 打进冷宫 甚至休了她 不知是微臣喝醉 还是说大王跟燕兄喝醉 微臣完全听不懂两位说的话呢 人世间这么深奥的爱情问题 你这个木头又怎么会明白 大王此言诧异 自从端某跟长公主在一起之后 端某学会了一件男女之间相处极为重要的事 什么是极为重要的事 端某学会了喜欢一个人 不但要喜欢他的优点 还要一并把他的缺点也一起接纳 断断不能把他的缺点放在一边 视而不见 美人 寡人终于明白 若是要去爱一个人 就要把他的优点和缺点 都要全盘接收 寡人以后再不会嫌你冒丑了 美人 寡人会对你跟子童一样 都会一视同仁 大王 你到底想找哪位娘娘啊 为何你会来东宫 找西宫娘娘呢 小六子 差点忘记了 子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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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看来东宫娘娘不在这里 把胭脂水粉放下 退下 是 大王 先把胭脂水粉藏起来 待会儿美人发现的时候 就会有个惊喜了 怎么会这样 太过分了 你站住 大王 你说 为什么要捡了寡人跟子童的结发信物 臣妾之前看见东宫娘娘收起了跟大王的结发信物 发现原来大王跟东宫娘娘山盟海事做结发夫妻 臣妾觉得被大王遗弃 感到大王之前跟臣妾在花钱月下所说的 全部都是欺骗臣妾的谎言 臣妾才会一怒之下意气用事 好了大王 你原谅臣妾吧 为什么你只会肚敌子童 永远不会学一下子童的胸襟和气量 现在不一样了 臣妾如今变成丑妇 稍有做错就会招致大王破口大骂 要是在以前 大王怎么会这么骂臣妾呢 原来大王根本就是嫌弃臣妾的冒仇 你只是关心自己的样貌 一个人有美貌又如何 美貌会随着时间过去而消失的 只有内在的美德才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你明不明白 大王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原来大王对臣妾的爱 早已经随着岁月而消失 只有东宫娘娘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大王的心意 臣妾完全明白了 去那边看看 是 大王 老人已经决定了 立你做娘娘 大王 奉大王 大王 臣妾不是无焉 臣妾是迎春呢 生生世世 月与无焉 为结发夫妻 高人我不管 你要帮我跟钟无焉把魂魂换回来 就算我真的可以发功 最快也要十年之后 你要我一辈子做丑妇 我不如死了算了 若是你真的要死的话 我也不会阻拦 看来 只有这一件事 是我唯一可以帮自己决定的事 我会让你放于心肥 世界宽幻灌 弹花意气 哪处能留住你 人想一切缺陷味 让我拿出勇气 战胜无上天气 无据 现在是无人爱 都不舍得感慨 以后亦能自爱 杀脱面对未来 竟然越时越爱 真心都吸烟盖 努力未曾拥抬 总有自己奉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